图住 老挝大坝事故后遭遇洪水的村庄来源 韩联社 环球网报到记者李小飞 韩国外交部官员7月24日和韩国SK电社 和韩国七部八业公司 在老挝城建的水电站上 木大坝台台事故表示 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韩国公民伤亡情况 据韩联社报道 参与大坝电设的53名韩国人均设立现场 目前SK电设的一台前救助直升机 救助艇和人员展开救助活动 该官员还表示 朱老挝大使馆在事故后 立刻组建现场应对小组 通过领事合作院 相关建筑公司 侨民网络的了解侨民情况 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伤亡情况 据韩国外交部消息 23日下午5到6时许 在老挝南部 韩州坡省地区 韩国SK建设 和韩国西部发电公司成建的水电站项目 大坝坍塌 附近村庄遭遇洪灾 但地媒体报道称 事故已造成多人死亡 数百人失踪 自然的免责声明 本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